小子里面的角度带来的就是 全程积分冠军 他有超级趋宝 饰演沉迷AR电玩的鲁蛇张荣 任何场景都能投射出游戏中的敌人打斗 片中还搭档两位功夫萌娃 包括世界武术锦标赛夺下超过315面金牌的吴东修 来自少林寺的士小院 陈浩森在新作小子不但上演许多打拳耍刀等精彩武器 还常需要想象力对着空气演出 出道不满10年已经能从角色获得许多体悟 很难想象当初这个大男孩 其实一度怒喊绝不当演员 私底下我其实是很喜欢自嘲跟我是蛮自恋的 那我们讲话你应该听他懂了吧 享受目光却没想过要当荧幕前的人 陈浩森想不到真迎来演出机会 还职工男主角 毫无经验的他就这样化身小白兔误闯丛林 第一天就把导演逼到拿大声工标骂 就拿大声工标 男主角要不要第一天就去死 因为我真的不知道 所以我一直眨眼睛 然后鼻子痒我就抓 我就还跟对手说 我前进进去杀人等我一下这样子 就是我不知天高地后 然后导演问说要不要去死的时候 我还说好这样 我跟当时找我的那个Casting 说我再也不演戏 我还记得 因为拍打戏我拿着棒球棍 我拿着那个软棒球棍跟他说 你敢再找我演戏我就把你打爆 我说我再也不演戏了 哈喽大家好 我是陈昊森 我现在在TVBS当掌声响起